说我们说只给你拔个字 让你把中国的历史讲一遍 你怎么讲呢 你讲不出来 三国演义讲了 叫天下大事 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十二个字 前面那四个不算 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就是中国的历史 我想这就是个道理 他把这个道理说的很清楚 那我们讲起 我们史学的老师讲起来 就没那么简单 他不能高度的概括 他拼命的想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怎么来这个真相呢 就是读书 他认为我读的书 比别人多 我从历史上一点一滴的 知道一些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比如我在电视上就看到 那个教授有这样的节目 这节目很有意思 他有一告片 这么说 某某某学者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 这学者很有意思 这学者 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 两千年前的事 他老婆昨天背着他干的那事 他都搞不清楚 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 所以我就说了 没有人有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 同理 我们对历史上 不管是历史的事件 还是历史的人物 他一定有记载不真实的地方 我那天说的是什么事呢 就说司马光砸钢这事 司马光砸钢 过去有个相声说司马光砸钢 司马光砸钢 说不清楚 那么司马光砸钢这个故事呢 在中国是俘如皆知 没人不知道 司马光太聪明了 在紧急情况下 砸钢就有人 那么老师呢 说比如赵东梅老师说 他研究司马光很多年了 也在百家讲坛讲过司马光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说呢 那司马光砸钢这事 是不是个真事 他说是真事 为什么是真事呢 史记上有记载嘛 宋史正史中有记载 司马光传上就有 光生七岁 岭然如成人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司马光七岁的时候 岭然啊 像个大人 像个成人 那么 群儿戏于亭 就是一大堆孩子 在这个院子里玩耍 一儿登翁 足跌墨水中 众阶弃之 光迟时 积瓮破之 水泵 而得救 史记上记载 有好多好多问题 第一啊 他记载的是瓮 不是钢 我说那时候宋代 烧不了这么大的钢 我说的是钢 不是瓮啊 你知道 瓮这个东西 比钢好烧 所以中国 战国到汉时期的大瓮 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 钢不好烧 瓮好烧呢 他跟这个陶瓷的阴力 有直接关系 瓮是收口的 烧造的时候 阴力不得释放 所以他还能保持这个造型 如果是个敞口的 阴力一释放 尤其用陶土烧 就我们说的陶钢 它就会开裂 或者变形 烧不成 这是器物学的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更深的讲啊 陶器和瓷器有什么区别 我们常见的水钢 既不是陶瓷 既不是陶器 也不是瓷器 是一种叫石器的 一种特出的瓷器 而烧造这种瓷器 需要极高的温度 当时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 所以早期烧不出来 那么瓷钢啊 就是这种瓷钢 这种样子的瓷钢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明以后才开始有的 明以后烧造瓷钢 费了大劲了 宫廷为烧造瓷钢 伤透了脑筋 我们明朝啊 到了明中的时候 比如正常 这个景泰天顺年前 烧造的龙钢 全部都打碎 在景泽镇有出土 今天你看到的那大钢 全是拼接的 但尺寸不足以淹死 七岁的孩子 七岁的孩子有多高啊 七岁的孩子 今天大概在一米二左右 有的现在孩子长得还高 我们古代即便营养不好 那可以减十公分 一米一 但现在我们能看到早期的钢 深度超过90公分的几乎不见 那个头还缺二十公分 对吧 那我们只好想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第一 有没有可能淹死它 瓷是肯定有可能的 比如它倒栽葱进去的 一而灯瓮 肯定是脚踩的这个瓮的边缘上脚一滑进去的 理论上讲呢 它不可能倒栽葱进去 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残存的这个道理 我们史书都是后修 尤其唐以后都是官修 宋史什么时候修的呢 是元朝修的 元朝修史一开始 皇帝老不满意 所以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一直到元末 拖拖主编的这个宋史才算 问世 这时候是哪年呢 是治政年间 是1345年 司马光出生于北宋时期 司马光七岁时间 距离这1345年 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前的事 宋史修的时候是写进史册 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实 如果是真实的 那就是说我们今天 写的东西 可以证明清代所有的事情 都是真实的 这个距离是非常长的 所以史书上的记载 不一定准确 这个事情不一定发生 或者说这个事情有发生 但不一定是发生在 司马光身上 发生在别人身上 移植到司马光身上 那为什么要移植到司马光身上呢 是因为司马光在历史上 正面评价非常高 所以对他来说 有极大的异美之词 你比如说七岁 岭然如成人 这就是异美之词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七岁的孩子 说这孩子跟小大人似的 说话竟说大人话 但是只是你一个短暂的感觉 如果你跟这个孩子 按照成年人那么去聊天 这孩子肯定不能应付 我想古代依然是这样 说岭然如成人 也就是说 他比一般的孩子早熟一点 但他完全不可能是个成人 对吧 比如我们古代对司马光 有很多故事 比如警诊的故事 我很早以前都写过文 说司马光由于编资质通鉴 即为珍惜时间 睡警诊 什么叫警诊呢 就是结一结圆木 圆的木头 两头坠一灵的 躺在上面如果睡久了 沉睡过去 一动啊 铃铛一响就醒了 醒了赶紧看书 编书 所以珍惜时间 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我吗 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说明一个道理 说明司马光珍惜时光 那么司马光砸钢这个故事 要说明什么道理呢 说明司马光从小就有那种逆向思维 我们都是顺向的思维 对不对 人掉到钢里 那小漫把它捞出来 但司马光看捞不出来 那我把钢打破 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选择生命 所以它是个逆向思维 比如我们史籍啊 把人呢 就归为有正传啊 你比如司马光这都正传 有奸臣传 你想你只要归为奸臣 这人就不是好人 所以他一定要脸谱化 正传的人啊 好人都是把优良的品质堆上去 这个坏人呢 是把坏事堆上去 以为证明这个人是坏 你比如我们 这个唐朝的酷吏 来俊臣啊 看过电视剧大家都知道 周星来俊臣 有人就跟我说 说 那么请君入瓮这个故事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能以误证实 就是有没有这档的事 唐朝有没有那么大的瓮 有 但这个事未必有 为什么呢 我们讲道理啊 来俊臣是唐初的人 武则天时期的人啊 唐早期的人 不是唐初唐早期 那么记载这个故事啊 谁记载的呢 我们第一段文字记载它呢 应该是当时有一个作家写的笔记小说 叫朝野千载 朝野千载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朝廷里的事和民间的事 全都记录下来 这本小说里 绝大部分都是鬼狐故事 鬼狐神仙的故事啊 只有少数的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但这本书并没有存下 第一次 把它记录下来的是谁呢 是宋初的太平广记 但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宋代的版本 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版本 是明家境的版本 这时候距离来俊臣时代 800多年以上 你知道古代的版本是这样 每个人在增补的时候啊 在修订的时候都可以任意添加删改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书没有人管着你 我们今天也是 我在出版社的时候也是 这个书啊 经常改 就是在版的时候 不好的地方 比如反映有错误的地方就去掉 有的加上 如果时局有所改变呢 可能还增加一些内容 那你想想 800多年对一个人的评价 那里头的版本经过多少次 你根本不清楚 所以从唐到宋 一直到明家境 这800多年有多少次版 有多少个版别 不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近的版别 距今就是400多年 400多年前记录1000多年前的事 那你认为这事可能是真实的吗 有没有这档的事啊 当朝的当朝的一个笔记小说 对吧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今天我们看的电视剧啊 电视剧也是一个文学创作 那小说也是文学创作啊 所以这里人物也有虚构 故事也可能有虚构 所以我们读史的时候呢 并不一定要死去掰咧的 说这事是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说历史的大真实是有的 小真实很难存在 为什么呢 是因为写史书的人 一定有自己的观念 尤其官方修史书 官方修史书 一定要得到官方的认可 你比如 辽史 辽史宋国人就想修 宋国人修两回没修好 为什么没修好呢 就觉得不能把他说太好 我们被辽国人欺负的太厉害了 所以 北宋史修一回 南宋史修一回 修的时候看到说这修的不好 甭修了 最后就没修成 最后辽史被蒙古人修 被元朝人修 跟宋史一块修出来 那么元朝 到辽朝的时候 中间间隔好几百年 再加上有偏见 所以辽史是公认的 俄乌最多的正史 那我们今天 对我们的中古史 比如对宋史 对辽史 对金史 乃至元史 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是应该你对这个历史的 一个总体的把握 我们历史的总体的走向 是真实的 这个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 你比如说 你对武则天的判断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每个历史时期 对他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史观 我们在社会学的分层时 这个文学和史学都归为一类 有时候说文史不分家 对吧 我们看看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都是有大量的文学描写 所以文史不分家 赵抗印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一夜就做了皇上 做了皇上以后 这事情就没那么好办 一开始要江山平定 你得让人家都服你的气 但到后来就舒服了 舒服了干什么呢 闲着没事 没事干嘛去呢 到后院打鸟 打鸟打得正高兴呢 有群臣要求相见 说有急事 这皇上就说什么急事 就赶紧就回来了 回来了一看 揍上了这事 都是平常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上就说 你这事有那么急吗 那大臣就说 起码比你打鸟急 宋代啊 文人治天下呀 他还真不触皇上 跟皇上敢顶嘴 那今天他说 那就是我们错了 还是您那事急 对吧 大臣呢 就有点不服气 不服气呢 他就拿那祝福啊 随手一挥手 把这大臣的牙 就打落了 我们过去说 打掉了牙 往肚子里咽 但这大臣不干 就低下身子 去捡这个 捡这个牙 捡了牙以后呢 还揣在怀里收着 那皇上看着就怪了 说你干嘛 你想干嘛呀 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 然后这大臣说什么呢 说我不会告你 我怎么能告皇上呢 但自有史观 记录此事 那皇上一下就慌了 过去的人呢 不管你是皇上 还是平民百姓 你都有一个 都有一怕 都知道有一个因果报应 都有一种极强的道德约束 所以皇上说 这么着吧 你也甭生气啊 说这个 我也不是 我也是一时兴起 那这么着吧 我就赔你东西 又赔黄金啊 又赔这个丝绸 赔了一大堆东西 这事才算了了 但是此事 被记录 记录在野史之中 不是正史 正史肯定不记 正史对皇上不好吗 他不记了 野史是记录的 有这么一段 这事有没有吗 不知道 发生过没有 不知道 但是他很说明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宋代 以文人 治天下 宋代的文人地位非常高 说明就这个道理 我们有很多成语吧 比如 囊婴应血 凿碧偷光 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的各种书籍 那么究竟有没有具体的事 我们就想 应血 雪地里看书是可能的 我早年在东北的时候 月光好的书 绝对能看见字 凿碧偷光啊 我觉得有点悬 因为古代啊 古代的这个灯啊 是火 灯火嘛 很暗 你在隔着一屋子 早一窟窿 用那个灯过来看书啊 我估计比较累 这事能不能成立啊 不敢说 我觉得这事有可能不成立 那么最不成立的是什么呢 囊婴 对不对 把这个萤火虫装在一个包里 沙包里 透着光看书 这绝不可能 萤火虫我见过 我小时候特爱逮那么 逮几个鸽子里头啊 扒在眼睛上看 就隐隐约约的一点光 用他来看书是不可能的 那他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营营血 凿碧头光 说的都是古人的苦毒 他要说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没必要去 去纠结这个事 是否真实 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 我也没有能力 如果我跟你说 我讲的都是历史真相 我就是从书上看来的 我把那书背下来 跟你讲一遍 对吧 他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 但是我们又很怕 有历史的虚无主义 比如有一种思潮 叫历史虚无主义 你说历史没有真相 那是不是历史都是虚无的 不是 我们大的脉络是清楚的 我们每个朝代的兴衰是清楚的 对不对 要不然唐太宗不会说 以史为鉴可以织兴替 就别人怎么兴亡的 怎么后来被替代掉 这个道理我们要弄明白 对吧 比如沈阔的孟西彼潭里 就在这样一件事 他说太祖赵匡业 他就问赵普 问赵普说呢 说天下何物为大呢 何物最大 赵普说这事呢 你得让我想想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皇上 回去想了一宿 回来告诉皇上 说呢 说我觉得啊 世上天下道理最大 赵匡业听了以后呢 就频频称赞 你说的真是这样 一般人都会说 赵普那八戒皇上就说 那天下肯定是天子最大呀 天最大呀 他不是 他说是道理最大 所以我就强调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摸出这个道理 或者理解这个道理 或者懂得这个道理 或者传播这个道理 是我们今天读史的一个真谛 我们想啊 读史今天喜欢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这是个好现象 那我们的历史呢 正史 24史 现在也有25史 就加上青史 26史 加上民国史 你通过正史了解历史 那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我们如果了解是历史 正史要看 野史也要看 其他的那种 比如这种笔记小说也要看 但你捕捉的是什么呢 是他存在的一个道理 我们过去啊 过去的学者 都是考据学 都是靠书和书之间的关系 来证明这个历史的存在 全家学派以后啊 西方的观念逐渐引入中国 就是考古 我们宋代就有考古这个词 宋代的考古更多的是考据 而今天的考古是西方考古学的观念 叫以物正史 就你说的那个事 必须得有这物存在 要不然我们没法证明 这个历史存在的一个真实 正物不严 但是它不可改变 所以前些年啊 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的 夏商周的这个断代工程 就是动用了全国的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出土 所有一等一的专家 来证明我们夏商周的这个断代年表 做完了以后 依然可能出现错误 比如又出现一个文物证据 指向跟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再改 我们一直说啊 一直说 我们应该具有史观 历史会重复 前人走过的路 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 可能在他摔跟头的地方 你依然可以摔跟头 所以具有史观的人 眼界是宽的 历史是使你看得很远 你回过头去能看多远 你正面就能看多远 那史观是什么呢 是人类对于历史带有文学色彩的一种描述 这种描述呢 带有本人色彩 对吧 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历史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有人穷极一生的经历 就想知道历史的真相